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妈妈把笨笨猪送到幼儿园门口就要走 笨笨猪不想让妈妈走 就哇哇的大哭起来 可是猪妈妈没有办法呀 还要赶着上班呢 河马老师赶紧把笨笨猪抱进教室 猪妈妈这才好不容易脱身 河马老师还给笨笨猪拿来了一大堆的玩具 可是笨笨猪连看都不看一眼 还是哇哇的大哭 嘴里还一直嚷嚷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小狗叼来用骨头 哄笨笨猪 让它别哭 笨笨猪不听 还是哇哇的哭 小熊捧来蜂蜜 哄笨笨猪 让它别哭 笨笨猪还是不听 还是哇哇的哭 大伙都没办法了 只好请智多星小猫来帮忙 小猫拿着一个照相机走过来 它站在笨笨猪面前 也不劝它别哭 也不跟它说话 对着它就咔嚓咔嚓地拍照 咦 这是什么东西 它一闪一闪的 笨笨猪觉得有点奇怪 它不哭了 抢着要看小猫手里的照相机 小猫看笨笨猪不哭了 就把刚才拍的照片给笨笨猪看 哎呀 这是谁呀 张这个大嘴巴哭 真难看 再仔细一瞧 咦 怎么这么面熟啊 啊 原来是笨笨猪啊 笨笨猪不好意思了 它红着脸说 小猫 小狗 小熊 我们一起玩好吗 大伙看笨笨猪不哭了 都开心地笑了 它们一起玩得特别开心 小朋友 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会哭吗 会不会不让妈妈离开呢 你要知道 要是你哭着不让妈妈走 就会耽误妈妈的工作 我们都是乖孩子 要懂事 妈妈要每天好好上班 我们也要每天好好地在幼儿园里玩 我们可不要让妈妈担心哦 这支很生意 我们可嫌相对 我们把妈妈担心等会 我可以让妈妈担心 但是在你最后 然后我们也喜欢 喝水